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哈罗德用徒步旅行的方式穿越了整个英格兰 他相信这种行为能够拯救自己身患癌症的朋友奎妮 而对于哈罗德的这一番行动 身为妻子的莫林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哈罗德 他每天晚上都在等待着哈罗德的求救电话 哈罗德呢非常清楚 如果他失败了 莫林会用怎样嘲讽的语气去评价他的这次冒险 哈罗德已经无法从莫林那里得到丝毫的安慰了 前文当中我们提到了莫林与哈罗德之间名存实亡的婚姻 分房睡了二十年 从来没有温情的生活 莫林又因为儿子的死去永远无法原谅哈罗德 那么哈罗德与莫林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的故事 莫林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开始神经恍惚 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跟死去的儿子聊天 他本来以为哈罗德不在家里 他能与戴维过得更加开心 但是等到哈罗德走了之后 他却发现与戴维聊天其实并不能安慰自己 为了填补哈罗德不在的日子 莫林开始为自己制定生活计划 如果说哈罗德的朝圣是一场发现自我的旅途 那么莫林也开始了他的自我救赎 在哈罗德不在的日子里 莫林有太多无法消磨的时间 这让他必须做出改变 还好这时候他们的邻居雷克斯帮助了莫林 在与雷克斯交流的过程中 莫林终于敞开心承认自己 对哈罗德说的其实都是言不由衷的话 我们很多人都像莫林一样 即使想的是为对方好 但是却忍不住说出伤害对方的话 有的时候甚至不听对方解释 心中已经想好了如何反驳 还有的夫妻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当另一个人真的消失一段时间 又会觉得这些事其实不重要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刚才的问题 他们的婚姻如此不幸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莫林在儿子去世后责怪了哈罗德整整二十年 却在哈罗德离开家之后 开始寻找二十年前生活的影子 并且坦诚地向邻居承认 自己想的都是哈罗德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书里是如何描写 哈罗德走后 莫林的生活的 他抚摸着他那件英国绅士外套粗糙的纹笔 突然有一股冲动叫他做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仿佛有一道力量穿过他的身体 逼他再次站起来 他找出毕业礼上穿的虾色断裙 挂在衣柜正中 然后把哈罗德的外套挂在裙子旁边 他们看起来又孤单又遥远 他拿起他的衣袖放到粉色肩垫上 然后他将每件自己的衣服 都和哈罗德的衣服配对挂起来 他把自己衬衫的袖子 塞进他蓝色套装的口袋 裙子的褶边在男装裤腿绕一圈 另一条裙子塞到他蓝色羊毛衫的怀里 仿佛有许多隐形的莫林和哈罗德 哈罗德在他的衣柜里闲逛 只等着踏出来的机会 他笑了 然后又哭了 但是他没有将衣服的位置换回来 哈罗德其实深爱着莫林 却放弃了莫林的爱 莫林深爱着哈罗德 却陷入过去的伤痛 无法面对哈罗德 两个人就这样在痛苦中度过了二十年 如果不是哈罗德冲动的决定 徒步 穿越整个英格兰 他们大概就会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感情 很难以理解 你会问 那么哈罗德与莫林 还有没有可能拯救他们 瀕临毁灭的婚女 莫林想起了他与哈罗德 相互陪伴的日子 即使在生活最糟糕的那几年里 他们 其实也过得很开心 但是他们如何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 在莫林看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哈罗德 没有爱过他们的儿子戴维 他无法原谅哈罗德作为父亲的侍旨 但是哈罗德 怎么能够从未爱过自己的儿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书中 莫林在翻阅相册的时候 看到的一张照片 无意间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婴儿时的戴维 躺在哈罗德腿上 哈罗德低头看着他 双手举在空中 好像强忍着抱他的冲动 还有一张戴维 骑在哈罗德的肩膀上 哈罗德使劲伸着脖子保持平衡 少年时期的戴维和哈罗德 并肩而坐 年轻人一身黑衣 留着长发 父亲则穿着夹克 打着领带 两人都盯着金鱼池 他笑了 他们都曾经尝试过走近对方 虽然并不明显 并不平凡 但哈罗德是尝试过的 连戴维也偶尔努力过 他把摊开的相册 放在大腿上 正正地望着半空 看到的不是窗帘 而是过去 他又看到了班特姆 戴维卷入海浪那天 看到哈罗德解开鞋带 他花了好多年责怪他这件事 然后 他又从一个新的角度 看到这幅画面 仿佛照相机转了180度 镜头对着他 他的胃在跳动 海边有一个女人 挥着双手尖叫 但是他也没有跑进海里 一个半恐惧半疯狂的母亲 却什么都没做 如果戴维真的在班特姆淹死了 他也要承担同样的责任 莫林回忆起自己曾经想哈罗德的一切 而他现在 他连个妻子都算不上了 对于婚姻 很多人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 遗忘了当初的浪漫 遗忘了当初 想要与这个人结婚的原因 我们究竟于一件事带来的伤害 不肯看着当初的自己 而现在 却因为哈罗德固执的朝圣 莫林终于看到了二十年前 甚至更久远时候的自己 那个女孩仿佛像个陌生人 但是如今 她又回到莫林的身体里了 而在哈罗德这边 原本因为肿瘤医生的话 而失去信念的哈罗德 终于联系到了奎妮的护工 护工告诉哈罗德 奎妮在等她 等哈罗德徒步走来 有人对她的信任 让她重新踏上了旅程 然而哈罗德不知道的是 她的事迹已经被媒体 在大肆宣传 她成为了新世纪的朝圣者 一位人人皆知的英雄了 而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噱头 媒体还编造哈罗德去见奎妮 是因为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爱情 这是一场寻爱之旅 一群慕名而来的人 慢慢组成了队伍 与哈罗德一起徒步 但是 哈罗德却没有因为成名 而感受到任何快乐 我们看一下书中的描写 她回想起 斯特朗德的骨仓那一晚 突然意识到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走路 去看奎妮的原因 她们都凭空猜测 以为是个爱情故事 或是奇迹 是善举 甚至是勇气 但她们没有一个人 是对的 她了然于心的事实 和这些人 自以为了解的情况 大相径庭 这个发现让哈罗德一惊 也让她在回望身后 这群人士 感觉即使站在人群当中 也没有一个人 真正认识她 她依然是孤身一人 火焰在黑暗中传递光亮 欢声笑语飘进她耳中 却只属于 一群陌生人 最终 这些所谓的朝圣者 不想再等哈罗德 这个迟缓的老人家了 她们带着媒体的关注 率先完成了 哈罗德的计划 到达了终点 贝里克军 电视对她们进行了报道 而这下 这趟旅程又变成了 哈罗德一个人了 经过了这样的折腾 哈罗德觉得自己太累了 她终于给莫林打了电话 说自己准备放弃 她已经做好了 莫林会嘲笑她 一辈子的准备 那么莫林是如何回答 哈罗德的呢 你什么时候过来 雷克斯也会来吗 她问完两个问题 都停了一下 但是莫林没出声 她甚至怀疑 她是不是已经挂掉了电话 你会来吗 她又问了一次 感觉体内的血 因惊慌而热起来 她没有挂电话 她听到她吸了 长长长一口气 就像不小心烫到了手似的 突然她的声音爆发出来 又快又响 几乎震腾了她的耳朵 她只好轻轻把话筒拿远一点 奎妮还活着 哈罗德 你叫她等你 她还在等你 雷克斯和我查了天气预报 整个英国都画着大太阳 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会感觉好多了 莫林 她是她最后的希望 我走不下去 我错了 她没有听到 或者明明听到 却忽略掉了 她的声音不断从话筒里传来 音调越来越高 继续走 别停下来 还有16英里就到贝里克了 你可以的 哈罗德 记住沿着B625国道走 她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 挂上了电话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 莫林在哈罗德离开之后 开始努力地 变回20年前的自己 她不再是那个看不起自己丈夫 随时准备接哈罗德回家的人 她开始真的尊重 哈罗德内心的想法 希望哈罗德能够完成 自己对奎妮的承诺 莫林明白 这对一生都在失败中的哈罗德来说 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即使在 莫林心中 什么也比不上哈罗德回家 但是莫林同样明白 如果让哈罗德在离目标这么近的时候放弃 哈罗德会后悔一辈子 作为她的妻子 有必要帮助她 坚持到底 哈罗德只好听莫林的话继续上路了 莫林呢 又开始收到哈罗德寄来的明信片 她把这些 都好好珍藏起来 用来确定哈罗德的方位 莫林现在就像是恋爱时期的少女 在她眼中 这些明信片 比情书更加重要 更加浪漫 我们在前文中说到 在哈罗德被媒体曝光的时候 曾经宣传过哈罗德与魁拟的爱情故事 如果是以前的莫林 大概不会介意 那么重新正视了自己爱着哈罗德的莫林 可就一定会被这件事所影响 这就是我们最普遍的心理活动 因为爱而产生忧虑 莫林对自己的爱情产生了怀疑 她开始害怕 哈罗德是不是真的像媒体所说的那样 她爱了魁尼二十年 现在终于抛弃了自己 奔向魁尼了呢 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访客 来到了魁尼的家 她 就是当初让哈罗德萌生 徒步想法的加油站女孩 你还记得吗 那么这个女孩 而对莫林说了些什么呢 加油站女孩没有出声 她又拿了一块婆饼 好像有几分钟的时间 在专心品尝婆饼的味道 什么也没想过 然后她说 我不觉得她是丢下您出走了 我也没觉得您是个骗子 夫来夫人 我们都会犯错误 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 什么 是什么 莫林买手于掌心 摇着头身影道 她怎么可能弥补 那么久以前犯下的错误呢 他们的婚姻已经完了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把自己 关在这里做饼干 和小女孩说话 我会做点什么 但我已经开车去过达林顿 根本于是无辜 那是一切都顺应如此低 莫林抬起她的头 女孩的脸依然惨白 但忽然闪过一道 让人安心的成名 莫林猛地惊了一下 也许还叫了出来 因为加油站女孩忽然笑了 赶紧去贝里克吧 这个加油站女孩的话 让莫林明白了自己 该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 她决定去贝里克郡 去找自己的丈夫 哈罗德终于见到了奎妮 那个她记忆中乐观 坚强 会把歌倒过来唱的好朋友 她慢慢走进病房里的 背对着她的身影 当奎妮转过身来 哈罗德看见了 奎妮脸上的肿瘤 那个瘦弱的肩膀上 像是长出了两颗脑袋 奎妮似乎已经无法说话 和进食了 事实上她可能做不了任何事 奎妮 这是没有了家人 孤零零地在医院里 承受病痛的折瘟 但是因为哈罗德 要她等着 于是她就这样等待了 哈罗德整整 八十七天 哈罗德以为见到奎妮 自己就可以说一句谢谢 或者好好说一句再见 但是哈罗德错了 迟到就是迟到 她所认识的那个奎妮 已经不在了 就像死去的戴维 无法补救 就像失去母亲的童年 无法补救 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东西都是无法补偿的 但是她看着奎妮 却无法补救 却无法什么都不做 她不能傻傻地 站在这儿看着奎妮死 哈罗德握住奎妮的手 直到奎妮闭上了眼睛 哈罗德走之后 接到了护工的电话说 奎妮走得很安详 似乎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 开心地像个孩子 虽然失去一切都无法弥补 但是哈罗德至少 在人生中 努力过一次 在这场旅途中 她努力地接受了 自己的不完美 坦然地面对了 人生的一切缺憾 她现在终于是个完整的人了 她找回了自己的过去 也走出了阴影 学会了面对维尔 就在这时 莫林找到了哈罗德 哈罗德为莫林 慢慢地讲述了 自己这一路上的故事 因为亏迷的死 哈罗德很伤心 但是莫林却找到了 当初的那个哈罗德 哈罗德终于变成了 她本应该变成的 那个样子 莫林毫不掩饰地 用眼神表达了自己的爱 她和哈罗德一样 也经历了一场朝圣 也坦然地面对了 过去 现在她们终于可以好好地 相爱了 书中是这样写的 突然溢起多年前的疑惑 哈罗德在跳舞 突然发现隔着一整个舞池的莫林 在看着她 她还记得那一刻疯狂地挥舞四肢的感觉 仿佛要在这个美丽女孩的见证下 甩掉过去的一切 她鼓起勇气 越跳越起劲 双腿踢向空中 双手向滑溜溜的海外扭动 她停下来仔细观察 她还在看着她 这次她碰到她的目光 忽然笑了 她笑得那样乐不可知 抖着肩膀 绣发扶过脸庞 她生平第一次不由自主地穿过舞池 去触碰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天鹅绒一样的绣发下 是苍白而柔软的肌肤 她没有回避 嘿你 她说 她的整段童年时光都被剪掉了 只剩下她和她 她知道无论发生什么 她们的路都已经连在一起了 她知道自己会为了她做任何事 想起这一幕 哈罗德浑身都轻松了 好像心底某个很深的地方 又暖过来 哈罗德的路程跨越627公里 历时87天 在这一路上 她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 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 慢慢地 补全了自己的人生 她终于从麻木的生活中走了出来 这是一场 成功的逃离 她逃离的 不是任何不堪 而是一路 追寻着自己不愿面对的经历 找到了 找到了 战胜一切恐惧的方法 哈罗德的 哈罗德的朝圣给了奎妮去世前 最好的安慰 也拯救了自己的人生 换回了她与莫林的爱情 那么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朝圣之旅呢 就是逐渐地去接受和发现 一个真实的自己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 写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 期待 与你的交流和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